是吗 那这天下有白送的房子吗 什么房子 房东先生 您可真是用心良苦 不是 将军 你别误会 我其实是觉得 当初没让你进MH 太过分了 所以 你看咱们俩 这么多年的交情是吧 我希望你有一个 良好的居住环境 来弥补你的这个 失业之苦吗 我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弥补 你抬高我的房价 让我无处可去 千方百计让我住进 你安排好的房子 你跟我说弥补 你倒不如说 你习惯了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画脚 无聊耍我玩 你看着我一个人搬进搬出 觉得很好笑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那套房子难道不比你之前住的好上一百倍吗 骗子 我 我 我不要住骗子房子 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你这搬这么多东西过来 你是要常住吗你 干嘛 你不输了我 你放心吧 我已经让周介找个房子了 找房子 你以为现在房子这么好找呢 哎 上次我看袁帅跟小川聊得挺开心的呀 我还以为他都改邪归正了 没想到他又欺负你 不然啊 怎么了 还追踢无减 不是 你说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是在玩他呢 不是 你到底对人做什么了 他知道我是他房东吗 这就是你大晚上跑这儿来喝酒的理由啊 我说你长没长心哪 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地把他圈在身边 他就能反应过来 你喜欢他呀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天真 我就 对于别的女孩来说呀 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您那位来说 不会 就你原来是怎么欺负他的 我听了都悲伤你刘承海了 除非他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否则他绝对不会认为 一个自己人生中的超级大反派 会喜欢自己的 那你说 他会喜欢我吗 你觉得这蓝精灵会喜欢格格物吗 我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你给我感谢到明天最早的那班航班 我现在就走 我要出城 老大 老大